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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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劝英方不要在破壞中英关系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武昕电视记者曾经在英国伦敦报道 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谴责英方滥用国安名义捏造时端 公署发声明强烈谴责英方逻辑罪名 偏造所谓案件任意逮捕中国公民 污蔑香港特区政府 又指英国国安法条款定义模糊 英方滥用国安名义无视基本人权保障 任意逮捕机压 不仅违背法治精神 更加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干预香港事务 包庇欧连反中乱港分子的险恶用心超然若揭 特区政府指已经严正要求英方公正处理事件 切实保障声称涉事行政经历的合法权益 并必须确保经贸办的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对于今次声称有特区海外经贸办人员 遭到控告 有立法会议员指特区会提供支援 又形容英国国安法范围广阔 对受调查人士限制都很大 有意见就认为英国或者是借此打压香港 记者陈佳因就到过驻伦敦经贸办了解过 来中英国国安法案件 其中一个被告的名字 和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 行政经理袁重标的名字的译音是一样 是否他又精神有问题呢 翻查资料 本港警队也曾经有人叫袁重标 曾经做过交通部 搬家达到警司级 我们去过驻伦敦经贸办查询 早前有香港立委员关注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作用已不大 建议缩减它的规模 政府当时就说 这里同社负责北欧和中东欧的事务 人手配置暂时适合 会适时检视 提出这行建议的行会召集人 叶刘淑仪说 非常关注今次事件 如果真的牵涉特区政府的职员 如果是牵涉和职务 应该特区政府的协助 寻求法律的活助 他们的国安法是非常严厉的 他们加了外国势力的罪行 而且挺容易触犯的 英国国安法去年7月才通过 一共有6章超过100条法例 相较本港国安法66条更加多 犯案亦都第一次将外国干预定为刑事罪 当中列明 任何人士取得或者披露 关乎英国安全的受保护资料 已经定罪可以判囑终身 如果披露英国商业机密 或者协助外国势力机构 也都可以判囑14年 当地法庭更加可以批出命令 容许涉案人士 强制拘留在特定地点最长5年 他那个罪行本身是广阔的 凡是涉及对于国家安全的利益 造成不利 你又符合那个所谓外国的条件 就已经是有机会的构成犯罪 限制一个犯罪受调查的人 各方面日常生活的行为 他那个权力也都是很大很持久的 传播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说 事件或者引致中英两国的外交风波 你说收到什么情报来说 可能对香港来说 是正常的资料搜集的 并没有太大的所谓 例如英国国家安全的情况 你证明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地区的政府 在自己国家里面犯了所谓的调罪 这是连统指控来的 很大都是令到连累对方的信服 我们会引发这个两国 特别中英之间的外交风波 他又说英国跟随美国 不断打压中国 例如是针对华为等等 相信两国关系 未来只会雪上加上 无线烈士记者 陈嘉欣在英国伦敦报导 政府批评社工注册局严重偏离维护国安精神 社工注册局主席吴瑞明 形容当局有误会希望澄清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咸强调没有误解 当副权机构出了问题 局方要提出并完善他们的管治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咸 星期五发表网志点名批评社工注册局 多年来没有履行国安责任 他事隔两日重申 注册局偏离条例精神 很明显是致公众利益于不顾 也都损害了社工的专业性和公信力 注册局的工作是专业的工作 不牵涉政治的 我提出的所有担忧的地方 都是不牵涉政治的 社工注册局里面的 纪律委员会被选委员小组 委员负责处理社工涉验遗迹 专业失当个案 孙玉咸曾经举出示例 说注册局容许牵涉暴动案 聆讯的社工 纳入纪律委员会被选委员小组 社工注册局主席吴锐明再度反驳 说按社工注册条例副表议 危害国安定罪就不能够担任社工 认为机制有效 在香港很重视 即是国务罪假定 不会因为一个人被人怕他有问题 将他的权利剥夺 局长可能当中有些误解 在资料上掌握 未必是那么全面 陆复局有人曾经提过 不是说一个罪行 而是说一些违反国家安全的行为 就应该拿到他附建议里面 但这个很明显 在国务的条例上是不同的 再次邀请务复告 和我们大家有些交流 希望澄清 但至今务复告都没有一个回应 其实没有任何误解 我非常清晰 也没有地方要他需要澄清 纪律委员会被选小组委员 如果他现在只牵涉一宗 牵涉暴动的法庭案件 是不是一定要找他下去 那条线是不是移得太过分 所有问题都是负权于社工注册局去处理的 我提出的担忧是 社工注册局有没有用好自己的公权力 如果注册局的构成 他的行政决定出现了问题的话 作为局长我需要是要指出 要采取行动 也都有必要是要完善他们的管治 他又说如果政府有方案 会尽快公布并作解说 无线职机制的刘春福导 据了解政府短期内推出 社工注册局改革方案 包括改变委任民选比例 有委任成员认同组成要多样化 有议员就希望开放 给学界和专业团体推荐 现在社工注册局有15个成员 过半即是8个人 是由6000个社工界人士票选 剩下的6个由行政长官委任 一个人是社会福利署代表 除了负责社工的注册 也都监察社工的质素 委任纪律委员会被选委员小组 处理社工投诉和纪律个案 他了解政府建议的改革方案 会改变委任同票选成员比例 有注册局委任成员认为 组成应该更多样化 其实业外就是某程度上 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缩影 社工界别觉得没问题 但是外面业界、法律界、会计界 都觉得有问题的 或者可能有考虑的 其实这件事就不理想 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就建议 参考医委会 由大学和专业团体推荐委员 认为将会较持平 社工注册局是一个专业田底 所以任何改变是要促进更专业 就不是说现在有两个阵营的对立 于是乎我就重组它 我可以主导回会议 于是乎就可以加强自己的影响力 特别是政府的影响力 这方面我觉得是绝对不理想的 他希望当局修例之前 咨询好业界 无线意识记者 测卷又不到 广告办主任夏宝龙 抵达澳门展开 七日考察调研行程 夏宝龙昨天下午第四点 抵达澳门国际机场 在禁区内坐专车离开 现场都见到澳门行政长官 何一成的座家 夏宝龙在七日行程中 会了解澳门社会和经济最新发展 他一到步 车队就驶到澳藤第四条 花海大桥展开考察 休息回来 有其他新闻 稍后见 这次先看下财经消息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 杜瓶斯官月平均指数 承接上日升势 阻断升超过100点 但之后曾经轻微倒跌 杜瓶现在跌10点 报39,502点 表曝500指数升1点 报5,224点 美国联储局副主席杰斐迅 担忧美国通胀回落动力放半 认为政策利率应该保持紧缩 另外投资者观望 今个星期三公布的上月消费物价指数 欧洲股市方面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18点 法国Kat指数跌9点 而德国Dex指数跌30点 中国恒大前副主席夏凯军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处分 深交所发公布指 夏凯军担任恒大地产控股股东 中国恒大董事期间 涉嫌违反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深交所让夏凯军发出纪律处分通知 初步意向指 他终身不适合担任债券发行人董事 监视、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证监会曾经3月 向恒大地产创办人许家印 和夏凯军等七位管理层 进行行政处分 当中许家印和夏凯军财务造假 被终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 其他消息 日本红本原一架 亚苏火山观光直升机 因为引擎故障要紧急降落 机上三人受伤 日本传媒报道 伤者包括两名香港游客 涉事的观光直升机 在黑川山区紧急降落 部分机身损毁 日本国土交通省派人到场 当地传媒报道 观光直升机属红本园 阿蘇卡德利动物园所有 早上11点多起飞 载着两名外国游客 原本到阿蘇火山口上空观光七分钟 但起飞后无奈通报引擎故障 要紧急降落 消防之后在动物园以东 大约300米一间老人院舍的空地 发现直升机 这个职员话当时听到巨响 当局话机上有三人 57岁的机师严重骨折 33岁的旅游客脚伤 32岁男游客的面受伤 三人送院的时候清醒 地面没有收到伤亡或损毁报告 阿蘇火山是日本最大的活火山 也是九州红本园著名的旅游景点 附近有多座温泉 据报今次是火山观光直升机 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发生事故 无线迪斯记者陈卫生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 会见到访的南韩外长赵对联 说当前中韩关系面临的挑战 不符合共同利益 要排除干扰 稳定健康发展两国关系 赵对联就说 不能够被两国分歧升级为冲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和南韩外长赵对联举行会谈 王毅说中韩之间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明显日益增加 这样不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也都不是中方想见到 希望两国共同努力 推动中韩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排除外来干扰 赵对联就说 南韩外交不会朝你孙我赢的 凌和博弈方向发展 南韩家群和美国关系 也都不会忽略对中国的关系 说韩中应该管控好分歧 不能够被分歧升级为冲突 又说北韩接连挑衅 全球供应链不稳 两国要共同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 据报两人会后共进晚餐 今次时间六年半 再有南韩外长访华 中国在化解北韩核问题 扮演重要外交角色 也都是南韩最大贸易伙伴 南韩被指一直寻求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赵对列同日较早前和当地韩企负责人 举行座谈时说 近期韩中经贸关系变化 为南韩企业带来严峻挑战 外界也都预计中韩外长会谈 会就月底在首尔举行的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 卑调日程和议题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自2019年12月在成都举行之后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停办近四年半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尔报导 澳洲的南澳洲政府准备立法 禁止14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以免他们接触不良耐用 和过度使用导致上瘾 南澳洲长马林·努斯卡斯 准备对社交媒体 设立类似售卖烟酒的年龄限制 来保护儿童和青少年 南澳政府计划禁止未满14岁儿童 使用社交媒体 而14至15岁青少年 就要得到家长同意才可以使用 马林·努斯卡斯指不少社交媒体 从来不执行自设的年龄限制 而且运用演算法 吸引儿童长时间看短片 即使儿童没有因此而接触不良耐用 但是过度沉迷 亦足以损害精神健康 他点名批评Facebook、Ex和TikTok 为了谋利而损害儿童 有推动青少年网上安全的组织 指澳洲儿童在社交媒体 接触不良耐用的年龄 有下降趋势 有七岁儿童经Snapchat 找到电子烟箱麻烟 亦有青少年遇上骗徒 和被人以裸照勒索 南澳政府已经委任高等法院 前首席法官研究如何立法 美国佛罗里达州 和西班牙已经有类似法例 有学者反对全面禁止儿童 使用社交媒体 认为儿童有权上网 亦可以从中得益 应该由家长和子女协商 如何合理使用社交媒体 无线电视记者简永远报道 大家好,我是何芷恩 葵方村昨日中五揭发伦常命案 涉及成年智障人士和照顾者 有组织呼吁照顾者要及早寻求帮忙 有立法会议员就促整政府 加快买厨所作为智障人士宿舍 加强支援 一个59岁妈妈和32岁智障的儿子 被发现在葵峰村寓所死亡 警方列作自杀及谋杀案处理 五据了解 涉案的妈妈因为患心脏病 担心无办法照顾个儿子 有组织说照顾成年智障人士压力更大 现在有多个渠道被照顾者寻求支援 小朋友的体型也比较大 气力也比较大 如果他有其他的行为问题 或者健康问题 需要照顾得紧密一点、接身一点的话 这个可能对于家长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 不建议家长或者照顾者 在他觉得压力爆布的时候 才开始求助 有需要的时候尽量找了不同的支援 或者多点跟你同路人倾诉 他说政府去年9月底推出的照顾者支援专线 182、183 可以即时配对社区服务、转介等等 也都为紧急个案提供外展服务 有立法会议员指出 自障人士宿舍服务有效舒缓照顾者压力 但根据立法会财委会资料 中度致障人士宿舍最新要等154个月 即是12年有多 而政府四年前撥款200亿 旧致处所作社区用途 但至今只买了5个 速请加快进度 可能政府对于这些物业是有一定的要求 无论是高动限制、消防等等 其实可能是比较平均的要求 看政府能否降低一些门栏 当然如果是属于安全性的要求 我们认为是必须要跟逐的 但是可能一些非安全性的要求 其实是不是可以调低一些 他亦速请政府尽快设立18区照顾者支援中心 提供暂托服务 给照顾者有存息时间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一个时装连锁零售集团 华尔出售富有虚假产地来源说明的上衣 海关拉了三个华尔涉案的女人 海关道集团在沙田和将军澳时装三间分店 检获一共63件华尔库有虚假产地来源说明的上衣 价值一共9千元 拉了一个女经理和两个分店女负责人 介乎42到49岁 三人获保释候查 海关早前接获举报 并且派源到有关的集团分店 发现服装上库有两个不同产地来源的标签 由政党调查发现 超过四成雇主认为外傭中介手法不正当 包括涉嫌教唆外傭跳工 建议成立外傭监管局 一条龙处理不同申请和审查工作 民建联在3月至4月 以问卷成功访问503个外傭雇主 超过六成二受访者认为 外傭中介收取的服务费不合理 大约四成雇主怀疑外傭中介手法不正当 最多人认为中介教唆外傭跳工 占超过三成 其次是收取不合理的手续费 在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底下 两个月之内他辞职不做 雇主已经给了差不多三万元 中介费加上机票 接着再请一个外傭 其实又要再等几个月 这几个月的时间哪个跟他照顾家的 小朋友和家庭呢 务公署早前公布新收定假 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 规定中介必须向求职者 清楚港街有关入境条例 也不可以透过提供金钱友人等等 有使外傭跳工 但新手则无法度绝外傭在离职之前借钱 之后一走了之的情况 民建联建议当局限制外傭贷款上限是两个月的月薪 民建联建议参考物监局和女监局的做法 成立外傭监管局 一条龙处理中介法牌组牌 处理和审批外傭离香港的申请 以及巡查和言讯等等的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谦 美国大学校园反战示威持续 北卡罗来纳州道克大学和加州波莫纳学院的 毕业礼都受到示威者的干扰 原本准备的毕业礼场地扎刑 迫使下方将典礼 由克莱尔蒙特尔斯至洛杉基市区的声殿剧院 并且加强保安措施 以及要求持票入场 据报有毕业生的家企人 星期日在警方予送之下 突破示威者阻拦进入会场 北卡罗来纳州道克大学同日也举行毕业礼 陈英主演《陈京喜剧》 宋飞正传的70岁美国知名犹太裔喜剧演员 谢利·宋飞获班荣誉博士学位 他曾经在以色列去年10月 遭到武装分子特集之后 公开支持以色列 并且在去年12月到访特拉维夫 几十名学生在他致辞时起身离场 以蝕汉耳 不过也有现场的观众都叫他的名字 美国大学反战示威已经持续几个星期 过去周末的示威活动大致和平 而且规模特征减少 美国大学反战的示威活动大致和平几个星期 主持莫斯科红场阅兵 不过克里姆林宫说 总统普京已经签署总统令 任命他为联邦安全会议避书 意味少姨古的防长生涯即将结束 68岁的少姨古被视为是推动普京 决定出兵乌克兰的关键人物 不过他曾经因为俄军前年在战场被迫撤军 遭到国内人士批评 去年也因为俄军的行事方式 同故容兵组织阿格纳集团 以故创办人普利哥任公开争执 克里姆林宫说 卸任国防部长之后 少姨古会负责军事技术合作局的工作 还将会担任军工联合体委员会的副主席 65岁的别洛乌索夫将会出任新一任的国防部长 他是经济学家出身 曾经担任经济发展部部长 做过7年的总统助理 2020年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 上个星期才卸任 并曾经在新冠疫情期间代行总理职务 克里姆林宫说 豪经委任文人领导国防部 是因为需要引入创新思维和进步概念 形容目前俄罗斯正在接近80年代中期苏联的情况 当时的军事和执法部门开支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4% 而现时已经达到6.7% 意味需要确保有关开支 更加符合国家整体经济情况 副国防部长伊曼洛夫上个月 因为涉嫌受贵被捕的时候 外界已经猜测少姨股可能会被免职 有分析说今次的人事变动 很可能是普京尝试更严厉审查国防开支 也有观点认为 俄罗斯经济已经处于战时状态 确保国防部有足够多的钱资助战争很关键 先有射阵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警方在屯门、元朗等地 打击违法驾驶、电动滑板车等等的电动可移动工具 一共拘捕了34人 警方在行动里面 检获29部电动单车和5部电动滑板车 全部运到大浪充气车扣留中心 作进一步检验 警方新界北交通部 在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采取行动 在屯门、元朗、大埔和上水等等 拘捕了21男、13女 介乎19岁至69岁 接监在行人路等等 驾驶未有登记车辆 驾驶时没有驾驶执照 和没有第三者保险等等 任何人在道路上使用未经登记 和领偶牌照的电动可移动工具 可能违反道路交通条例 及其他相关法例 一经地罪 最高刑罚可以罚款为港币一万元 和监禁12个月 被捕的34个人全部获准布释后查 下个月中向警方报导 按照道路交通条例 电动可移动工具定义属于汽车 在道路、行人路和单车径等使用 都受到规管和要拿牌 运输署在去年3月底 推行为期一年的试验计划 容许已经登记获发许可证的 电动滑板车等等工具 在港铁大学站 至到白石角一段的单车径行驶 运输署回复查询说 试验计划运作大致顺畅 其间没有接获投诉和发生意外 但没有透露何时会向立法会提出修订草案 比较符规定的电动移动工具 在指定道路或单车径等使用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 香港游正发行长洲太平清照主题游票 其中一款印上武龙 但是长洲的传统只是会武师和麒麟 由政署回复说 设计是参考了官方资料库 没有计划修订 今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星期三举行 为了宣扬一项本港非文质文化遗产 香港游正上个星期四推出 太平清照主题游票和游品 包括这款飘式巡游游票小营章 一套四款游票价盖销首日风 不过其中这款面值4元 以汇景巡游为题就惹起争议 上面印有武龙和武麒麟的场面 游政署网页介绍 这款游票展现巡游队伍 包括有武师和武麒麟 为太平清照座庆和增添气氛 但就没有提及武龙 不少的长洲居民都是水上人 传统来说龙掌冠风雨 所以他们认为武龙会招离风雨 而且形态看落似海浪 所以他们都不会武龙 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说 游政发行之前有提交 但是没有详细检查 游政署回复查询说 十分重视游票的设计内容 在设计的过程会就有关主题 进行资料搜集 设计今次太平清照游票 游政曾经参考官方资料库里面 有关汇景陈游的资料 当中有提卡包括金龙 对于游子游票上面的武师图案 和网上的图片非常相似 经和游票的设计师沟通之后 得知他已经和图片的拥有者联络 并且获授权使用相关的图像 游政现在未有计划 就相关的邮票作出修订 无线电视记者一鹏永熙报道 粤港澳近年不断深发合作 广东省政府说 持续推进大湾区规则涵接 聚焦港澳居民关注的难题 计划建立结合跨境支付 身份验证等功能的网上平台 驻广州记者陈卓康报道 广东省政府召开记者会 总结推动大湾区规则涵接的落实情况 继去年公布首批20个案例之后 第二批16个典型案例 当中提到港车北上和澳车北上的政策 顺利实施 截至上个月已经发出9万份牌照 港澳单排车累计出入境230几万次 河吐开展数据跨境交易试点 交易金额在一年之内增至超过一亿 工业消费品 农产品和服务业15个项目 已经实施湾区认证 方便产品在大湾区内流通 我们坚持小切口带动大变化 聚焦港澳居民关注度高 参与度大 获得赶强的民生实施项目 根本在于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力 积极寻找越港澳3D规则制度的最大公约数 努力把制度差异转化为发展动力 当局说下一步会以横琴 前海南沙和河吐为载体 推进越港澳跨境流动 营商环境 民生融合的规则函接 探索建设集合多个跨境功能的数字化平台 谋划建设 湾区 PASS 推动以 跨境支付 身份核验 数字空间 出行消费等 服务为核心的 多担跨境 公共服务的 集成融合 进一步的 提升大湾区内 各类人 永远、生活、工作、齿行、消费的便利化水平 广东省公园又说 推进大湾区规则函接 是一行长期的工作 未来会积极向中央争取有关工作权限 推进建立越港澳三方的常态化沟通机制 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 陈出康目 按费浮扬野生动物园被缺化在四年内 最少有20只东北虎非正常死亡 园内其他动物的生活环境亦都非常恶劣 当地政府说会全面调查 内地传媒近日到这家动物园 见到园内有多只东北虎和狮子 在房仰区被游客观赏 游客红四肢瘫痪 其余被混龙的动物生活空间合宅 看上去状态也一样 内地传媒报道 位于安徽的浮扬野生动物园 在四年之内有大批动物非正常死亡 包括20只东北虎 以及非洲狮、长颈鹿等 这些动物尸体仍然存放在冷藏室内等待处理 报道又揭发动物园在未取得人工繁殖许可知下 当年以来多次违法展示和人工繁殖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虎 事件曝光之后 动物园说因为要改建所以闭管三日 当地政府说会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 强调对于危害野生动物行为会严厉追责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榮报道 深圳直飞墨西哥城的航班开通 是内地距离最长的直飞民航航线 第一班航班上星期六晚降落墨西哥城 当地机场用过水门仪式迎接 这条航线全程超过14000公里 飞行时间大约16小时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张润 和多个墨西哥官员在机场迎接旅客 墨西哥当局说 中国是墨西哥重要的游客来源国之一 航线开通之后 将会推动墨西哥旅游业的发展 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往来 即将卸任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昨天向总统提交请辞 他接受当地传媒访问 说对接棒的黄秦才充满信心 又说中美磨擦是因为缺乏互信 如果新加坡成为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 就能够脱荣而出 星期三离任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星期日最后一次以国家领导人身份落区 收到市民欢迎 不少人排队和他拍照 又大声和他说谢谢 这位执政20年的总理 也都在卸任前接受传媒访问 总结和前瞻国家的施政 经济 外交等等 提到即将交叛比较的副总理兼财长黄秦才 他说对黄秦才充满信心 自己卸任之后会做内阁国务资政 全力支持黄秦才顺利接班 当被问到中美关系的时候 他说虽然两国近期之力改善关系 但相信不会在短时间之内做得到 夹在两国中间 他说新加坡和中美都是朋友 他说中美磨擦是因为缺乏互信 如果新加坡成为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 就能够脱领而出 72岁的李显龙 2004年开始出任总理 他说任内20年 新加坡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等的挑战 至于新冠疫情更加是一个大劫 说国家的未来要托付下一代 对年轻人我这么说 前途无量 发挥你们的才华 把新加坡带进一个新的世界 把新加坡成为一个 扮成一个跟今天完全不同的地方 你们可以做得到 李显龙的访问有英文和普通话两个版本 他说会继续推动华语 自己日常都是以华语和孙女沟通 今后会花多些时间抽孙 和学习人工智能 无线电视记者杨杰尔报道 日本山梨院政府引入网上预约系统 给登上富士山的游客预约 并且是缴付通行费 富士山山梨一侧登山道 吉田路线是热门路线之一 为了保护环境和确保登山者的安全 山梨院当局决定夏天开始到9月初的登山季 限制登山人数并且是征收2,000日元 只合大约100港元的通行费 当局说将会限制单日的登山人数在4,000人内 当中3,000人是预约名额 网上预约下个星期一早早10点开放 公同社报道 为了应对旅行团 每次最多可以预约100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企划 请不出 Sesven Kit